I don't ever slow on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one I don't want to watch out 你在干啥呢 我来放那个 备用的一些工具 这个也该从外低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出现的 我现在放在这里 等一下等到后面去 咱们今天是去哪儿呀 我们今天去那个 Wickfield Park Raceway 那边有一个 就是澳洲的 Tambe Attack的一个 比赛吧 昨天和前天 好像是他们的那个 测试日和练习日 然后我今天应该是 就是正式比赛了 然后我感觉 现在天气还是挺差的 你看外面 不知道到那边以后会怎么样吗 希望是一个就是不下雨的状态吧 我们来发现一个Forest的S.T.L 非常的干净 STI的小前唇 看着很原厂啊 然后原厂的轮毂 挺帅的这车 这车我觉得也算是沧海遗珠 而你看原厂坐的很低啊位置其实 座椅很低 沧海遗珠 现在日本的拍卖大概两三万块 到澳洲到手两三万 然后全套STI的东西 还是蛮低的 四驱系统 LSD发动机变速箱 都是一样的 还包括原厂的那些Brembo刹车呀 这些东西 真的不错 我觉得喜欢斯巴鲁的人 就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平价版的STI嘛完全就是 但是其实它是一种更特别的存在 就是因为它有更高的实用性 更长的车身 其实在公路巡航上 其实不会比STI更长 这里发现了一台NB的兄弟车 哇怎么可以啊 铁轮骨 硬顶 然后应该也是有肉吧 但感觉这个好像不是原厂的硬顶 这应该是一个 不是 我说硬顶 原厂的硬顶 这是硬顶 比原厂的玻璃大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软顶跟着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S4的轮拆 也是NB8B啊 也是后期版 还是挺不错的看着 它灯熏黑了一下 它把那个蛮蓝标给拆了 对 这边发现了一台吊炸天的NB T37轮 小宽铁一段 有点粗糙了 前面的大卡前刹车 刹车跌 但是很新的车 但是非常的赛道化 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是 怎么讲 比较粗糙 比较脏 里面是 Riccaro的铜椅 后面一个大位 Stubby的小天线 还是不足够 这里啊 又发现了Motive Garage的A90的Supra 在这边 经常看 这就是那个什么 它那个YouTube Up主 经常看澳洲很经典的节目 你把我这个湿盒举出来 跟我说都不想拦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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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i30N啊 在i30其实就是在这个Wickfield的澳洲这个路上做测试的 所以这边经常会有非常多的i30N 然后以前的那个N Festival也是在这边举办 所以澳洲这个N系列卖得好啊 可能这个Wickfield Park这个Raceway占了一半的功劳 是澳洲的N在这测试还是全世界的 澳洲的 澳洲的 啊 对 它就是全速也是先来这边刷 还有一个就是南澳的一个赛道 忘了叫什么 叫The Bend 那这两个赛道它就是很多车迷都会下这边赛道 而且原厂是有保那个质保 而且本来也有五年还是三年的warranty 所以很多车主买到车就拿来下赛道 还是蛮蛮不错的 这边发现了一台野生的i20N哦 这个车现在在澳洲卖的还是很火爆的 记咱们上次那个年纪的WTC拍了那个i30之后 然后讲了这边澳洲之后也上了i20N 现在是一车南球然后还要夹价 本来原价是三万七千多好像 那可能要现车的话要四万这样子 那也是挺有情怀的一个车吧 原厂只生产了手动 然后动力也很强 那这个级别最猛的小钢炮了吧 比阿巴斯动力还要强 可能这个已经到200匹这样子 但车重稍微重一点 但里面毕竟还配了新的很多东西嘛 所以还是不错的 这边赛道的sifty car也是用的N啊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车是一车南定的conanN 那样好吃吗 嗯 开心吧 是总断经营的水准 Family only for fifteen hundred years the recipe never gonna change 反正就是这你爱吃不吃 你不吃你就饿了 对 跟姥姥的那种 喂食东西也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一家餐厅你爱吃不吃 不吃你可以做 对对对 但是你听说这里是要拆了是不是 对 没有不一定是拆还是要 总之是要逐渐缩短 它这个赛事的量 每个月只能有可能几次了以后 因为周围离居民居住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噪音的话 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就是不乐意了 就每个月以后只有固定了几天可以去进行比赛 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受到重创 它以后可能就是就算开 但是也不盈利了 所以就慢慢的就应该会关掉 那么到这边本期视频的内容也基本结束了 然后来观看这样一场比赛我感觉还是蛮感慨的 伴随着汽车行业呢逐渐新能源化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逐渐淘汰内燃机驱动的汽车或者摩托车 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同时历史也会证明这是最好的汽车时代 新能源的到来会彻底改变性能车和赛车的格局 更重的车身和不同的驱动方式和发力方式也需要新的驾驶风格 但是再怎么说在时代的洪流下我们车迷能做的也只是享受当下 并做好迎接未来的准备吧 成功了我们到时候赛道见了 那没有听听 那有听听 没有听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